接下來的話呢 下一個題目的部分的話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後做出來的不是像剛剛是格式化 因為你說格式化好像沒什麼 我是希望直接幫我把什麼呢 把如果這個東西小於等於7的資料 直接複製到這邊來 但是問題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就幫我直接call過來的話 那該如何處理 把這個關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1一樣是切到那個我們的Visual Bank 那2的話呢就是 再增加一個所謂的前期名 前期名的話我就直接這邊打個sub 然後空一個 然後打一個名稱的話也許拿這個好了 前期名 然後直接貼到這邊好了 OK 然後你會發現呢 Enter過他就會幫我增加一個Entersub OK 前期名 那接下來的話程式該如何寫 然後跟各位講 其實你可以直接拿格式化VBA的程式 直接複製 貼過來就可以了 好 好 那其實呢我們主要是拿這個什麼呢 格式化 好 OK 不好意思 我再分享一下 有時候我忘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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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的話呢 我剛剛其實主要是 就是再增加一個Sub 這個Sub 這個Sub的話呢 名稱就是前期名 好然後我實際上是拿那個剛剛的格式化 這一段程式 其實這段程式 不多啦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把它練熟 因為 這個架構 未來會蠻常用到的 主要原因是回圈加邏輯判斷 這種情況 還蠻常見的啦 那比如說前期名這個程式 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直接就call 兩邊不是不一樣嗎 跟各位講 其實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 回圈範圍不一樣 一樣 邏輯不一樣 一樣啊 我也是找什麼 找小於等於7的啊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地方是 是把它的底色 改為黃色 可是哦 我們 現在不是把底色改成黃色 而是把這個資料呢 直接複製到這邊 所以哦 常常會有同學說 老師我要怎麼樣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這個動作 啊特別注意哦 這個動作哦 在VPA裡面的寫法很簡單 就只有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我把這邊的程式哦 底色的部分把它刪掉 那這個的話指的是什麼 這個其實指的就是 這個東西 12啦 意思是說這個東西哦 指的就是裡面的資料啦 裡面就12 可是問題我要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放在這裡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該如何寫 把這個資料呢 放在這裡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呢 把什麼東西複製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話 只要記得中間在等號就可以了 然後呢 把你要放的資料呢 你要複製來源放在後面 你要複製到這裡的話 寫在前面 那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也許我們叫Range F2 或者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什麼啦 叫做Sales的第二列 的F欄 這樣也可以啦 F2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 找到的12呢 放在這裡了 OK 但是會有個問題哦 如果你現在執行哦 你會發現 然後最後變成41 欸為什麼變41呢 因為呢 你12放過去之後的話 那下一個的話 又找到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在這裡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21 21再放過去 又放在同一個位置 就把它蓋掉了 所以最後呢 一直蓋蓋蓋蓋 蓋到最後 就只剩下最後一個號碼 所以呢 我們會需要 做一個改變 什麼改變呢 關鍵地方來了 所以剛剛重點哦 如果你要把什麼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中間在等號就可以了 他就把12有沒有 call過來 然後再來21 但是都一樣放在F2啦 那不對啊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欸第一次放F2 第二次放F3 意思是說把2怎麼樣 加1 對不對 然後變3 那再來的話呢 3再加1變4 再往下放 可是要怎麼樣剛好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很簡單 如果這個數字會需要變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先產生一個變數叫K K的初始值等於2 意思是說我第一次是它是2啦 然後把K放在這裡 所以呢 K因為等於2嘛 那所以放在這裡它就是F2 但是我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你把資料 附資過來之後 就要把K裡面的值 幫我加1 OK 所以很簡單在下面加一行 如果你附資過來之後的話 請你把K加1就存回去 K加1存回去怎麼寫呢 K等於K加1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其實意思就是把後面的公式計算完之後 幫我存到前面的意思啦 所以它是什麼 把K加了1之後存到前面去 那K本來是2嘛 2加1那變成3 存到前面去所以K這個等於多少 K就等於多少 K就等於3了 OK 那所以再跑 然後再來跑 又找到了 找到一個數字 那這個時候呢 又把21放在這個 假設這個21嘛 然後呢 我就再把K加1啦 所以喔 你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先刪掉一下 好 那我今天設一個中斷點 讓它程式跑一下 有沒有12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個2嘛 那我執行這一行 按F8 K的話呢 等於3了 好 那再執行 好 21有沒有 它就變成說 因為 我找到的資料 在第幾列呢 第22列的時候 找到21 幫我把它放過來了 然後呢 K怎麼樣呢 K現在等於3 所以我再讓它執行一下 加了1之後 有沒有 K就等於4了 一直類推 所以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類推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全部把它跑完了 OK 就這樣子 那最後當然喔 如果你要再寫一個什麼 前七名清除的話 清除有沒有 清除其實也可以順便練習 這個我是建議一定要把它記熟啦 因為Range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 那個VBA裡面常用的不外就是Sales啦 不外物就是Range 這些物件 那你把這個物件學好 以後就可以控制整個ESale了 那以後呢 以Sale裡面要做什麼 你就寫個程式讓它自動跑 全部都完成了 那清除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Range F2到F9 好了 所以你可以用Range 我是建議你就是寫 清除的話 都是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就是 給它一個範圍 到F9 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這樣最簡單了 欸 寫完了 OK 當然你可以寫點Clear Contents 如果我覺得寫這樣好像更簡單 知心 欸 這樣就清空了 OK 前七名 清除 欸 就OK了 但是喔 這個寫完之後啊 這個程式其實雲端上也有啦 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